他们的人生曾经名造一时 甚至有辉煌的过去 但当外敌入侵 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他们却便捷投敌 卖国求荣 通谋敌国的汉奸们 如何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 他们的行径 给国家民族带来怎样的灾难 剖析汪伟汉奸集团 投敌叛国的真实原因 揭秘抓某审判汉奸内幕 以及汉奸们的人生陌路 审判大汉奸即将播出 敬请关注 凭借签订卖国条约的 和谈先锋身份 梅思平在汪伟政府中历任要职 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他死心塌地跟随汪精卫 卖国求荣 直至1945年日寇投降 那么汪伟政府即将崩溃之际 大汉奸梅思平是如何为自己寻找 退路的 他本以为自己能将功折罪 不料还是被军统抓捕 法庭之上 梅思平是如何为自己的汉奸罪行 开脱狡辩的 他声称曾做过掩护抗敌 协助中央接收等工作 这些理由又能否让法官网开一面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将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梅思平第三集 陌路挣扎能否活命 梅思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名教授 因对全民抗战的前景感到悲观 为了一己私利 不惜跟着汪精卫落水做了汉奸 他代表汪精卫 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崇光唐蜜月 并且凭借着这一功劳 成为汪伟集团中的核心成员 汪伟政府成立后 梅思平历任高官要职 曾先后执掌伪政府的人事和粮食的大权 梅思平的得势让汪精卫夫人陈碧军等公管派成员心生肚恨 双方争权夺利闹出了不少窝里痘的丑闻 日本战败投降后 眼看着汪伟政权就要崩溃 大汉奸梅思平惶恐不安 企图寻找退路 这时一个名叫徐澳洲的人给他献上一记 那么徐澳洲是谁 他到底为梅思平提供怎样的计策呢 徐澳洲国民党少将 1938年1月任齐春团管区上校司令 1942年任江汉使馆区少将司令 1943年 在作战的时候被日军俘虏了参加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1944年的5月任这个汪精卫政府呢 他的参战武官 同年8月与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取得联络 担任了第十战区的高级参谋 并呢仍将回到这个汪伟的内部啊 做卧底 在轮选区呢 策反伪军做这些工作 得到了梅思平的帮助 梅思平呢 任命徐澳洲为内政部的顾问 以此为掩护 所以呢 徐澳洲建议梅思平 这个时候应该出来维持南京的局面 因为陈公勃已经跑了嘛 你呢 应该下令伪军的这个部队啊 各守原防负责治安 全市的伪警察呢 监署岗位 负起最后至维持的责任 这就是最好的投工啊 这样呢 梅思平他就以内政部长的身份 纠集了几个伪部长做帮手 积极配合先遣军的总司令人员到 分往这个龙潭啊 七峡啊 墨林关啊 这些地方 以及南京市各处呢 布置了兵力 配合日军呢 防止新四军呢 进攻南京 另外呢 他又连连发报给重庆的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的次从使 奉献了接收南京 以及附近地区的方案 没几天陆军总司令部前景指挥所 主任呢 冷星和江苏省主席王茂公等人呢 相继飞临南京 先后有请梅思平去做了解情况 进行对接 梅思平呢 被聘为前景指挥所的高级参议 这样一来啊 梅思平觉得自己这步骑士走对了 成天忙忙碌碌 尾巴又翘上天了 但这种局面呢 没能维持多久 9月25号这一天 梅思平呢 他将汪伟政府的一切档案文件物件 分门别类 移交给前来接收的中央各部的代表 他对重庆前来接收的大员说 我们对委外交部的有关中日密约 收回租借等档案呢 都保存的完好 当时呢接收大员还拍着他的肩头 表示十分满意 梅思平受宠若惊 在当晚的私底的聚会上 梅思平呢 得意洋洋的对在他家 来打探消息的这些汉奸们说啊 经过我们在座的努力 南京城呢 平稳地移交给中央 现在看来 中央啊 大概没有什么太为难我们的地方了 甚至 有着在座的这个汉奸呢 还异想天开 说呢 搞不好政府还会对我们呢 重新证别录用 谁知就在第二天的凌晨 梅思平正在做好梦呢 突然呢 军统特务呢 破门而入 梅思平呢 就成了军统局 生情的囚犯了 梅思平听从了许耀州的建议 企图用维持南京治安 配合国民政府接收的方式 来将功折罪 谁知 还是没能改变自己 被捕入狱的命运 法庭之上 梅思平百般抵赖 声称自己不但没有卖国 反而余国有功 这是怎么回事 法官会采信他的辩白吗 梅思平呢 被押解到宁海路25号的 军统临时的看守所 不久呢 从日本引渡回国的崇宫伯 跟他两个关在一块 十二月上旬 军统局南京办事处 提审梅思平 梅思平呢 根据所问的问题 回到求是当中呢 写出了字白书 记呢 和平运动始末记 前前后后 附上调查材料 做印证啊 足足弄了有两万多字 在自白书当中呢 梅思平对自己的卖国行为啊 避重就轻 进行了辩解 到了1946年的4月下旬 梅思平呢 又被连续去提审了几次 针对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呢 提问呢 进行了供述 当被问及最关键的一条 你对于反抗本国这一层 你可承认吗 梅思平说 我们不但没有反抗本国 而且是积极协助抗战的 救济沦陷区的名著 详细情况呢 我在给这个军统局啊 所呈现的自白书当中呢 已经写了 今天呢 还有几句话要补充呢 一是我协助抗战呢 就是大概在这个1944年的冬天 地时战区呢 派了高级参谋许耀州 到沦陷区来做联络工作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任务呢 他说我完全知道 我给他内政部顾问的名义来 以自掩护 并且呢 许耀州呢 在1945年的四五月份呢 曾经把我掩护他的情况呢 报告给中央 他说第二呢 我是维持南京地面的 就日本投降以后啊 南京政府解散 南京的治安 是我责成啊 这个委警察总监来维持的 第三呢 我保留了汪伟的档案 如果我有反抗本国的意思 那我就把这些档案就烧掉了 我绝不会这样做的 5月1号呢 中央警官学校 专门来给梅思平 打指纹卡 这个时候啊 梅思平呢 觉得前景暗淡 5月3号上午呢 首都高院第一庭 公审民国三十五年度 特资第一号汉奸案开庭 九十整 法庭内外人山人海 因为没有旁听证呢 而在露天站立的人呢 听众呢 达到三千多人 梅思平自己辩护说 起诉书中 指控我 一敌思议和平 这个大谬 就是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当时汪精卫 是国民党的副总裁 又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我身为党员 又为中政会的职员 与党与国 接受其指挥之义务 所以呢秘密与日本洽谈 应该算是奉命的公事 之后呢 梅思平又大谈呢 和平呢 是我始终主张的 当时呢 每个人呢 都盼着和平 但是没有人敢公开出来 说和平 我挺身而出 为民请愿 有何不可 再说 和平运动的全部内容和过程 以及我自己的努力 目的是在 耳敌 七敌 掩护抗战 具有极大的缓兵 的作用 梅思平呢 在法庭上 拒不认罪 为自己辩护呢 列举了自己的几大功绩 说第一 曾经把日本的增粮区缩减 第二 收回日本占领的工厂呢 多达140多家 第三 在日本占领区呢 恢复党期国徽的悬挂 重建国民党的组织 普及三民主义的宣传 检察官呢 几次责问梅思平的各项罪名 他都说啊 提供的证据 不足为凭 或者没有答辩的必要 甚至呢 就是说 你去参考一下 我自己的和平运动史莫记 辩护律师呢 根据梅思平所提供的材料和理由啊 也为其辩护 请求呢 量刑从宽 5月9日上午 法庭公开宣判 审判长宣读 民国35年度 特字第一号 首都高等法院 刑事判决书 主文 梅思平 共同通谋敌国 图谋反抗本国 促死刑 尺多公权终身 全部财产 除着流家属 必须生活费外 没收 不论梅思平如何狡辩 他投敌卖国的罪行都是铁证如山 即使他曾维护地方治安 协助中央接收 也属穷途末路之际的投机取巧 因此 首都高等法院案率将他判处死刑 然而梅思平并不甘心 他一边申请复判 一边找人为自己说情 他的垂死挣扎能奏效吗 为了证明自己对抗战有功 梅思平还声称 自己曾营救过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何思源的家属 这是怎么回事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审判大汉奸梅思平第三集 陌路挣扎能否活命 梅思平当然不服气 一面申请复判 一面受益自己的妻子王寿卿 赶紧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乘送法院 梅思平还特意请他的胞弟 梅仲协专程赶往庐山 求援于国民党元老李继深 梅仲协比梅思平小两岁 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硕士 曾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法律系的主任 抗战期间任重庆东乌大学的教授 是著名的法学大家 李继深见了梅仲协之后 满口承诺答应在会晤 蒋介石时趁机替他求情免死 并留梅仲协暂留几天等候消息 李继深见了蒋介石 请求网开一面 赦免梅思平的死刑 当即被蒋介石言辞拒绝 于是梅仲协是黯然返京 通知梅思平做最后的准备 7月10日梅思平提出了申请再审书 说是呢 唯一被告在原审法院及副审判决法院 所提之有例证据 均未审卓 据已判处急刑 书有重大错误 梅思平提出的理由如下 他说第一呢 我维持了经济治安与秩序 他第二 他说我协助中央接收 以伪教育部长啊 这些人呢 保留了各机关公务以及档案 第三 维持公用事业 日本人投降以后呢 为服解散 金户停电停水停火车 工人停薪水 是经过被告的努力 方才正常的 而当时的本人呢 无权无视 以个人最大的努力 维持现状 其痛苦 逞非局外人 所能够体会者 第四 是有利于人民制行为 被告在任委 工商部长的任内 南京出现粮荒 粮贩子高抬粮价 被告 曾从上海运来羊米 3300吨 平价卖给老百姓 并抑制了日军采办军米 救济百姓 并以种种的方法 破坏日军的统治物资 此外 还解散了贩卖鸦片的 红济善糖 禁烟禁毒 第五呢 或协助抗战工作 即协助和掩护 许耀州的抗战知识 此外 梅思平拿出了 时任山东省主席 何思源 为他求情的电文来说事 何思源和梅思平是什么关系 原来啊 1924年秋天 何思源呢 在法国巴黎 在巴黎大学学习经济 他的夫人何一文呢 是个法国人 是巴黎大学的学生 何思源 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时呢 两人相爱 1928年3月呢 何一文呢 来中国 与何思源结婚 并加入了中国国籍 抗战前呢 何思源在山东省任教育厅长 抗战爆发以后 山东省主席韩副举 放弃了激难 致使山东省沦陷 而教育厅长何思源 选择了留在鲁北地区 坚持抗日 当时呢 没有条件把何一文的母子啊 送到大后方 或者香港等地 便带着身边 由于行军打仗 着实不方便 于是呢 派人将家属 送往天津的租界居住 当时呢 何思源夫妇 共有四个孩子 两男两女 最大的男孩呢 仅八岁 最小的女儿呢 也仅两岁 一九四一年初 何一文的母子呢 到天津后呢 住进了殷租界 没想到呢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号 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日军趁机占领了天津的殷租界 何一文呢 为了安全呢 就搬进了意大利的租界 这件事啊 被何思源原来的一个属下 后沦为小汉奸的人呢 告密了 天津的日军 宪兵队啊 就查到了何一文母子 在天津 意大利的租界 的确切的地址 并于十二月三十日啊 向他们抓获 以此呢 来逼迫何思源投降 何思源呢 托巴黎大学的同学 梅思平之地 梅中邪啊 找其兄梅思平呢 进行营救 梅思平呢 亲自给日军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刚尊宁次 就打电话 要求释放何一文母子 在多方因素的考虑下 刚尊宁次呢 终于同意释放人质 从表面上看 正是由于梅思平出面 和亲华日军司令官 刚村宁次协调 何思源的妻儿 才能平安返家 可事实上 梅思平的功劳 根本不像他自己 吹嘘的那么大 这是为什么 身为大汉奸 梅思平历任 美政府高官要职 罪行累累 虽然何思源 也的确为他求情 但这并不能改变 他被判处 急刑的命运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 梅思平是如何度过的 眼看着死期将至 他又是否甘心伏法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审判大汉奸梅思平 第三集 陌路挣扎 能否活命 其实救人之事 不完全是梅思平的功劳 此事虽然是日军所为 但是意大利纵容日军 在自己的诸件内公开抓人 而且何一文是个法国人 该事牵连到中国日本 法国意大利四国 况且国际公法呢 还有禁止妇女儿童 做人质的规定 于是呢 何思源自己呢 迅速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呢 他电告重庆 要求中央政府呢 对意大利提出严重的交涉 重庆国民党政府 令外交部部长王宠惠 通过外交途径 向意大利当局呢 提出过交涉 第二呢 他命令这个部署啊 将卢北地区的 意大利的传教士啊 七十多个人 全部软禁起来 第三呢 何思源也给日本的 华北方面军 司令官刚成宁次写了信 指示日军呢 不顾国际公法 在战争中 以妇女儿童 做人质的暴行 并向他们严重的声明 意大利租借当局 参与了这一暴行 若不正当 解决 他将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来进行报复 日军呢 如果杀他一名亲属 他将处死呢 十名意大利的传教士啊 来进行报复 一切后果呢 由意大利政府来负责 这样呢 意大利方面也颇为着急 因为此前呢 曾经有意大利的传教士 四个人呢 在卢北被刘局队扣留了 天津的意大利教会呢 曾经托这个何一文进行研究 这样呢 才得到释放 现在呢 意大利的租借当局 竟伙同日军 逮捕了何一文母子 在卢北传教的 意大利的传教士 以及修女七十多人呢 又被何思源来扣押 因此呢 教会方面 对租借当局呢 表示特别不满 积极主张和平解决 为此 意大利 主汪伟的大使 曾经专门找过 华北方面军的 刚春宁次 进行过协商 由于日本和意大利 同属逐行国 刚春宁次 当然也不愿意 因为此次 惹恼了意大利 便承诺呢 一定会保证 何一文母子的安全 并在适当的时候呢 全部进行释放 梅思平呢 却把这件事 这个功劳啊 统统都揽到自己的头上 请何思源呢 发了电报 并加以证明 首都高等法院呢 接到梅思平的 申请再审状以后 没两天 就予以驳回 梅思平呢 立即向最高法院提出抗告 7月底呢 又交了一份 补成抗告理由状 不仅说法庭的审判 显然与 蒋主席之一旨 相被谬 而且干脆说 自己几十年啊 为国为民的 卓助勋劳 其功 一不再追随国父革命者之下 云云 8月26日 最高法院刑事 第二庭 35年度 特抗自 第13号 做出了裁定 抗告 要驳回 维持原判 梅思平看到最高法院 也不能解决问题 就赶紧让他的老婆 王寿卿 在8月30号 再到首都高等法院 递交了一份 再审申请状 请求呢 准于开始再审 废弃原定判决 但是 梅思平自己也认识到 生的指望已经不大了 每当家人来探监 梅思平总让家人呢 带些酒精来 他天天呢 靠着酒精来进行麻痹 才能够退燃就诊 9月14日晨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 接到了死刑执行令 典狱长 江梅思平从狱中提出 检察官告以 经奉最高法院检察署 转奉司法行政部 令准执行 今天将你提案执行死刑 你还有什么事对家属来说 这个时候啊 梅思平拿出了三个信封 说自己呢 早已预备好了三份余住 一份是呈蒋国员长 一份是给谢观生部长 一份是给家属的 之后呢 法警抬起手中的搏壳枪 对准梅思平的后脑梢 抠动了扳机 随着枪响 梅思平硬声倒在地上 他成为在南京被枪毙的 第一个大汉奸 梅思平的一生 自命不凡 在抗战中 成为光伟集团 投敌当中的先锋人物 在为辅中呢 活动积极 弘击一时 抗战胜利后呢 在被审的过程中呢 巧舌如簧 闻过是非 多方狡辩 最终难逃一死 梅思平的下场 证明了 在敌对国家的博弈当中 不管你有多大的学问 能有一套唬人的理论 也不论你出于什么目的 只要是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都不会有好下场 有关大汉奸梅思平 就说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他被认为是汪伟汉奸集团中 唯一一个懂军事的将才 这个军事大汉奸 投日胖国之前 担任武汉警备司令 为何因为举办一场 反日的防空演习 而被彻职罢关 下期节目中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将为您讲述 审判军事大汉奸 叶鹏上警遭罢关 心怀愤恨 我会讲述 我会讲述 我会讲述